我們說第四題說有個人做了一個實驗 他說他發現到說 假設他這個水的冰點 他自己設計的溫度計是120度X 然後冰點的話是370度X 第一題他問說33度C跟95度X的難度比較大 來 這個題目告訴我們要換算的問題 來 先講解第一題 第一題有辦法量走 要嘛就是把度C換成度F 要嘛就是把度F換成度C 那我給你的建議是把度C換度的比較快 好 我看你怎麼算 來 先把公式寫一下 100-0分之 C-0 會等於212-32分之 F-32 那我先說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這樣背對不對 等到你題目做多了 我建議公式可以寫快一點 變成了100分之C 會等於180分之 F-32 為什麼 因為100-0不就是100嗎 C-0不就是C嗎 然後212-18 甚至於更快一點的 你可以怎麼怎樣 換成這個 把100跟180怎樣 約分 變成了5分之C 會等於9分之F-32 你要用哪個都可以 那我的習慣是需要用第二個 因為第二個比較好記 好 那我看第二個 來 33度C怎麼辦 就換一下吧 100分之把C就換成誰 33 然後等於180分之 F-32 F就是我要的答案 好 一樣 約分 5 9 然後交叉相乘 5乘以他 不是變成了5F-160 然後9乘以他 變成了297 所以5F等於5F 一過來變成了 加160 變成了754 所以F到F 是不是大概是多少 91.4 對不對 好 91.4是什麼東西 這是F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度為誰 只是說33度C相當於91.4 那請問你 91.4跟95哪個比較大 95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把溫度換成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95度為5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33度C你該不會算半天 不是它是91.4嗎 聽懂嗎 記一下喔 33度C就相當於91.4度F 所以請問你 91.4度F 跟95度F 兩個比較大 華氏 但是95比較大 對不對 雖然選他 會啦 那第二題 就更難一點點了 第二題他說請問你 那50度C相當於幾度X 好這個呢 除了公司以外 我們要把它延伸一下 好用代公司吧 那就是 100-0分之 c-0 會等於 原本不是寫212-32 這個就不用了 不用第三個 就是那個一樣 最高點比較最低點 就是370 減掉120分之 x減掉120 有沒有 最高點點最低點 最兩個相減 這樣子 會來齁 然後呢提伍是問50度C嗎 所以把C幹成等於誰 50 所以一百分之五十 變成多少 我先慢一點好了 一百分之五十等於 來 350-1 370-120變成了 250 然後呢 可以減掉120 好 所以就約分約分 一二 好 加差相成 所以二乘以下變成 二的克質型加240 會等於250 所以二的克質呢 把移過來變成了490 所以那個等於245 所以 我知道50度C相當於這個 245 這樣子 會來齁 好 然後這第二小題的答案 第三小題呢 也是一樣 換攤不換藥 他只是把這個 170度為克質 換成度為符而已 也是一樣 就換算了而已 就這邊 你可以直接寫啦 這邊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寫一個 就370-120 x-120 這樣子好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 後面兩個來算 所以題目就變成了 180分之 f-32 會等於 這個呢 就變成了250 250分之 他是170嘛 就170 減掉120 50 對不對 那50 那50 跟連把5月份變成1 5分之1 所以變成了 180分之 f-32 會等於1 5分之1 好 加上乘法 所以5×他變成了 5f-160 會等於180 所以5f會等於340 所以f會等於 68 所以大概就是68度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5-4 5分之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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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